新鮮現彩的水蜜桃 輕輕洗去表面細毛 一刀子小心取下果肉 紅通通的內裡 卵中還帶點脆度 師傅再將水蜜桃切塊備用 黃層層南瓜去掉籽籽 再分切成小塊狀 一塊一塊沾上薄薄面衣 丟進油鍋中 滾燙熱油 泛起漣漪 師傅拿起大勺子輕輕翻攪 避免南瓜塊沾黏緊接著 大蒜入鍋爆出濃厚香氣 整顆鴨蛋切成的鴨蛋碎末接續 師傅不斷在鍋中畫圈圈 直到炒出濃郁泡泡 水蜜桃 南瓜塊一桶下鍋 輕輕甩動著鍋子 讓鹹蛋黃附在食材上 創意的蔬果金砂料理 南瓜外脆內軟 金砂給予鹹香滋味 水蜜桃甜中帶脆 搭配上鹹蛋黃的獨特氣息 讓甜度更升級 毫無違和感 還有還有 長條狀香茅豬肉豪邁入烤箱 豐富油脂展現在表面上 經過高溫滲透 慢出小泡泡也讓豬肉染上焦糖美色 烤好的豬肉先去皮 再以斜刀切成薄薄片狀 一層肉一層水蜜桃相間排列 搭配上特調的泰式辣醬 在夏日裡看起來特別開胃 豬肉帶有香茅氣息 肥肉肥而不膩瘦肉不柴 坐上薄薄一片水蜜桃 咀嚼同時 果肉滲出飽滿甜意 菜式辣醬最後慢出偉大氣息 鹹中帶辣 油中帶甜 層次豐富 把水蜜桃創意入菜 背後操刀大廚曾偉斌 意外年輕 當初是因為爸爸離癌 收束後決定上山休養 老人家租了快遞 經營民宿 沒想到生意越來越好 在餐飲業歷練多年的曾偉斌 決定回家幫忙 順便照顧爸媽 以前回來的時候 我爸爸叫我煮一桌菜 我居然煮不出來 因為我在西餐廳就是煎牛排 炒意大利麵 可是我不會煮菜 我不知道 因為每天碰的東西不一樣吧 因為餐飲的東西太廣泛了 沒想到多年西餐經驗 卻沒能發揮專長 曾偉斌不開心 又去學習泰國菜增加力量 努力做餐給民宿客人吃 漸漸的料理竟意外成為亮點 我們沒有單純去接外客 可是我們在網路上面的評價 很多都是餐點好吃 變成後面的客人來 他們好像不是要問店房 他們是問你有餐廳嗎 附加餐點越做越有心得 加上民宿地住到齊 父子倆想了想決定改開餐廳 把拿手好菜通通搬上桌 高山水養殖的尊魚 同樣以泰式手法烹調 不同的是這會加入水蜜桃 泰式檸檬魚帶盡甜香氣息 魚肉細緻柔嫩醬汁微酸微甜 當然水果沙拉也不能錯過 色彩繽紛的沙拉吸引眼球 淋上特製水蜜桃醬豐富口感 是七月和八月才有的限定美食 即使單旺季生意落差大 但曾偉並卻不貪心 認為顧好品質才是長久之道 不太可能說旺季請人 然後淡季就不請人 就變成你淡季養不起員工 可是旺季又忙不過來 所以三樣的店家都是旺季的時候人倒 旺季的時候電倒 他們就是開玩笑會這樣子講 不再旺季平凡著慮 旨在有限範圍能力不誤客人 沒想到回頭客警示越來越多 爸爸也因為勞動越活越開心 讓退隱山林的父子重破新生